说到梦是非常千奇百怪的 神秘莫测 不过其中有一类梦 可以说是几乎和人类的神性有所关联了 那就是预知梦 或者说梦的预言 如果说通过梦破案 那有可能就是在梦境中 人能够回溯到过去发生的事情 展现过去的时间状况 那么在梦中的预言 有可能就是在梦中穿越了时空 抵达了未来 我们之前也做过一期 日本漫画家的预言梦的节目 梦中有很多的内容 都被一一证实了 而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位 巴西梦境预言家 居然准确预言了 刚刚发生不久的土耳其大地震 准确率惊人 而他对于2023年也发出了十大预言 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故事 巴西梦预言家 以下的故事非常玄幻 大家不要太当真 哈喽大家好 我是于哥 哈喽大家好 小唐 巴西有一位梦境预言达人 叫做朱斯里诺 他因为准确预言了 刚发生不久的土耳其大地震 一下子红遍网络 他出生于1960年 目前的职业是学校的教师 现在与妻子儿女 四人过着很清平的日子 他所预言的事情 与大灾祸发生之年月日 均有明确的指示 其次为了以后 有第三者 想确认他的预言的真假性 朱斯里诺都会将 他的预言的故事之日期内容 登陆在公正事务所 以方便对方查证 有人问他从几岁开始梦到预知梦 他说自己从九岁就意识到了有这个能力 他从小就与人不一样 因为他经常梦到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 最开始的时候他也没有在意 直到有一天梦中的场景在现实中重现 他才意识到自己的梦好像没有那么简单 这也让他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一天有时候梦三件 有时候也梦九件事情 所以每天所梦到的次数不一样 他说他见到的预知梦 都是不知不觉的很自然出现在他的梦里的 绝不是他自己的选择 而朱瑟里诺19岁的时候 就遇到了巴西很有名的预言圣人弗朗西斯 自从认识了他以后 世界性的灾难的事件在他的预知梦中 就开始逐渐的增加了 弗朗西斯·沙比茨曾经两次被提名为案 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 他是位很有名的特异功能者 号称通灵者 同时也是位慈善家 也是由于这个契机 在朱瑟里诺长大以后 他就成为了一名预言家 他除了母语西班牙语 他还会英语波兰语德语等等 通晓好多语言 甚至都能够流利的读写 而他的学习语言的高级的技能方式 竟然是通过睡觉 他说他睡着是通过梦境来学习 于是就学会了别的语言 而他在睡觉的时候 还能够预知未来破案 在朱瑟里诺的官方网站上 最近一次公布的信息中 他就说曾经在2007年 对巴西圣保罗市的一次 有名的杀人事件进行了预测 这引起了公诉人法官们 对用自然现象来侦破案件的质疑和追踪 也引起了公众对特异功能的重视 因为人们所知道的就是朱瑟里诺 于1997年发布的一则 与破案相关的语言 那就是英国戴安娜王妃事件 朱瑟里诺还特意给英国戴安娜王妃 也写过一封信 上面就提到我收到了来自于神明的信息 上面就说有人故意会制造一起交通事故 威胁到你的神秘 而七个天使当时对我说 你会死于这场事故 这个事故将发生在2000年之前 所以朱瑟里诺也指出 在碰撞之后 该地区的专家将会像普通意外一样 对待这一事件 在朱瑟里诺发出那张告示之后 五个月后 也就是1997年的8月31日晚上 谁也不知道 到底是谁策划了一场意外 法国的一辆小轿车 在一处桥洞隧道中就相撞 戴安娜王妃当场遇难 后来人们怀疑这起事件是一起政治阴谋 但因为这件事情无法得到调查 因此造成这个事故的事件性质 也就无法证实了 这与朱瑟里诺的预测大体上吻合 那么下面我们来看一看 朱瑟里诺有关于2023年 在预知梦中看到了什么 第一点他就说 在阿根廷将会有大规模的示威活动 腐败问题 经济可能会进一步下滑 也会出现热浪 大火 缺水 缺电 部分地区有大雨 强风 新的货币的提议会给国家带来更大的问题 他还说强地震可能会袭击 秘鲁 并可能造成损害和生命损失 智力发生6.0级地震 吓坏了当地居民 而热浪大雨袭击了波利维亚 智利 秘鲁 哥伦比亚 乌拉圭 巴西 巴拉圭 造成了几场干旱 其他地方发生了洪水 所有的地方都出现了问题 而墨西哥面临严重的经济问题 强烈的地震可能会造成许多伤害 里约日内卢和圣保罗 巴伊亚 塞阿拉 波南布哥 米纳斯吉拉斯 会遇到强热 有雷雨 雨中有洪水和山体滑坡 巴西的受害者 在该国的南海岸建筑物下 有倒下的危险 巴西和巴拉圭的热浪 带来了黄热病和登革热 而且会导致塞卡病毒的增加 那么在巴西呢 我们将有许多的政治家 当局之间的冲突和指责 腐败会增加 物价会上涨 股票市场和民生市场将会大震荡 公司解雇员工和关门 由于行政问题而难以领导巴西 所以对政治家和当局 提出了若干弹劾的要求 有些人呢 将有很高的生命风险和健康的问题 大雪将会袭击欧洲 有德国 俄罗斯 波兰 英国 罗马尼亚 一些地方呢 要面临着严重的问题 风灾 大宿罪 经济出现严重问题 证券交易所可能会出现并发症 那么在德国的超市袭击事件 会造成啊 许多无辜的人受害 经济问题 物价上涨 危机会带来工作岗位的缺失 市场波动的问题 也已经开始了 他们的国内会出现 巨大的经济困难和失业 公司和行业都在裁员 葡萄牙的森林大火呢 可能使许多人受害 一些地区的降雨 可能会导致山体滑坡的问题 那么在希腊雅典 仍然因为影响该国的降血 而感到担忧 一场强烈的地震 袭击了该国 奥地利发生了雪崩事件 还有几个山体滑坡 和国家经济的问题会出现 强风和暴雨啊 暴雪会使英国人 英格兰人 阿尔兰人感到恐惧 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意大利的教堂内的炸弹 造成了许多人受害 而法国的袭击可能使许多人受害 他们的经济不景气 新的示威活动也会发生 大雨会袭击法国的南部 在西班牙 大雨和洪水袭击了一些地方 强烈的经济危机影响了企业 情况趋于恶化 他们的国内会出现示威活动 克罗地亚 塞尔维亚 保加利亚会下大雨与洪水 使城市内有一些受害者 还有一个强烈的地震 会击中保加利亚 而亚洲方面呢 暴雨和大风 洪水在日本韩国其他地区造成损失 会导致机场瘫痪受阻 并发生致命事故 在日本呢 强烈的地震震动了该国 并有火山爆发的风险 许多带有病毒的受害者 可以得到救治 问题可能会恶化 日本的经济正在衰退 企业和行业正在关闭 示威活动就冲击了韩国 因为丑闻 以及当地经济的问题 还有韩国的著名男演员 女演员可能会出现问题 那么在亚洲呢 强烈的地震造成了死亡和破坏 暴风雪使人感到恐惧 可能会发生许多致命事故 亚洲的经济面临风险 银行处于亏损状态 财源 危机上升 而亚洲东边的小岛呢 可能会发生强烈地震 有人员上网 还有风暴袭击的风险 那么在泰国呢 针对公交车的袭击 许多无误的人会受伤 那柬埔寨 泰国越南的干旱 对农作物造成了损伤 给国家带来严重问题 菲律宾的马尼拉会发生7.0级强烈地震 印度尼西亚的洪水 也会造成许多的受害者 山体滑坡 导致一些地区被埋 强烈的地震呢 震动了该国 所以印尼还会有火山爆发 巴厘岛的火山会使许多无辜的人受害 美洲呢 加拿大面临着一些地区的暴雨 洪水和大雪的问题 将面临一场震惊的舆论犯罪 在美国呢 强风和新的暴风雪 袭击了该国 强烈的地震 袭击了加利福尼亚和旧金山 森林大火会破坏大片地区 美国的经济面临风险 失业 新闻和公司裁员 而风暴在该国造成了大量的损失 一次袭击可能使许多人受害 美国的购物中心遭遇袭击 可能使无辜的人受害 那大雨袭击全国 暴风雪可能使一些地区的气温下降 著名的男演员女演员和主持人 都可能成为疫苗副作用的受害者 火车失事呢 在印度造成许多人员伤亡 印度会发生强烈的地震 南非会发生一次袭击 会有很多人员伤亡 非洲的刚果共和国冲突和袭击 可能会使许多人受害 并在民众中引起反抗 那么一艘船在通过波罗的海时 沉没造成了人员伤亡 巴基斯坦的恐怖袭击 使该国许多人伤亡 地震使许多人受害 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一些地区 有大雨和洪水 地震可能会袭击这些国家之一 埃及会发生袭击事件 使该国许多人受害 而在埃及的金字塔的一项 重大考古会有发现 最后他还说 地球的核心将受到地球上 无节制的石油和矿物开采的影响 也可能在2043年之前 造成地球上无节制的海洋 以及极地的转换 各种可怕的事件将会发生 那么说起梦境预言 在我国文化中 周公解梦是古人对于梦文化的总结 甚至还衍生出了梦瞻神秘的技巧 是有神论文化 累积的文化精髓 也有一定的规律性和原则性 不过随着时代的变化 我们的文化也发生了巨变 人们对梦的解读 研究随之也发生了变化 这就要说到心理学了 那么心理学大师荣格 也是一位梦境预知大师 他在瑞士出身 在1900年 荣格就开始对奥地利心理学家 弗洛伊德的一本著作产生了兴趣 就是梦的解析 随即他就加入了弗洛伊德的研究团队 开始对梦做长期的研究 但是在经过十多年的合作之后 荣格就感受到 这个弗洛伊德的学术理论 还存在着巨大的局限性 甚至都无法理解神秘文化 和具有神学特点的心理现象 于是在1913年 荣格就决定离开 自己去研究 他就开辟了一套心理学 叫做荣格心理学 荣格自己说 他曾经解过八万个梦 他在这个梦文化的理论里 具有坚实可靠的考察证据 而且他还强调 这个梦并不是人类心灵的伪装和欺骗 更像是用特殊的语言 而写成的一种剧作而已 荣格曾经在他 《寻求灵魂的现代人》一书当中 记载了一个情况 当时他在苏黎市 荣格就遇到一个 比荣格还要大上几岁的同事 他们经常在一起见面 他每一次见到荣格 那个人都会用解梦来调侃他 所以某一日荣格 再次在大街上遇见这个同事的时候 同事就问他 你还好吗 还在研究解梦吗 他说顺便问一句 我昨天做了一个傻乎乎的梦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你可以帮我解读一下吗 接着他就说 他说我梦到自己 爬上了一座山 山很陡峭 上面铺满了雪 他说我一步一步的登上了顶峰 当时天气很好 我越往上爬 心里就越舒服 他说我想 如果我能够继续往上走就好了 等我到达山顶的时候 我就觉得自己真的太高兴了 就像一步登上了天堂 然后我就发现 我确实可以继续往天上登 我一直飞到了更高的地方 然后他说我在一种巨大的喜悦中就惊醒了过来 当他把自己这个梦说出来的时候 荣格迅速的就解释到说 我明白你不会放弃攀登的 不过我希望你以后不要一个人再去登山了 你要用自己的人格来担保 你会带着向导陪你去登山 而按照他们的指示 你来行事 你就会很安全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荣格从他这个梦中发现了危险的气息 可是荣格那个同事不但没有把他的话放在眼里 反而在一旁冷嘲热讽他 那两个人最后就这样告别了 而荣格的预言居然在两个月后第一次应言 这个同事他两个月后一个人去登山 结果就发生了一场雪崩 差点被活埋 那幸亏有个寻山的士兵经过才将他救了出来 但是在三个月后 他与一个年纪稍小的朋友又去爬山 和上次一样 他依然没有带任何的向导 有个攀岩者就说他就在那个地方看到了荣格的同事 从悬崖上爬下来的时候脚下一滑掉了下去 那他的同伴就在他下面 所以他从同伴的头上就掉了下去 两个人同时掉到了山崖下面 摔得粉身碎骨 而荣格就针对这个解梦的案例感触特别深刻 他在书中就说 不论受到多少的质疑和批判 都不曾使我把梦视为可有可无的事物 尽管很多时候梦境似乎毫无意义 但是很显然那是由于我们缺乏感受和智慧的缘故 这就是由于人们无法解夺心灵深处的神秘知识而引起的 而梦境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人的内在世界的隐秘信息 荣格对梦境的理解呢 其实就是一种类似于中国古代对于梦境的解释 不过呢 它是站在现代心理学的角度上来进行的 而荣格的心理学的研究也是突破了一般心理的认知的禁锢 因为西方对于梦的研究已经是非常接近于在东方有神论文化和灵性文化的框架下 人们对于梦的那种认识 所以最后呢 科学研究啊 预知梦呢 是因为这些确实存在预知条理而不可变区的梦境的例子中啊 有着太多不确定的因素 例如不能够多次出现 不能够完全的相同等等 所以这样的情况下 不能够被列入科学统计 所以就还不能够证实预知梦 所以你有梦到过预知梦吗 请在留言中啊 告诉我 那么好了 故事呢 宇哥就讲完了 好了 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 喜欢我们频道的朋友 欢迎在下方留言与我们互动哦 别忘了订阅关注宇哥与小堂的频道哦 拜拜 拜拜